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中國內幕節目,我是宇童 日前看到一個採訪視頻,有記者在北京街頭採訪了一些人 請他們談一談對俄羅斯與烏克蘭戰爭的看法 聽來聽去,他們的看法無非就是烏克蘭太亂了、太差勁了 不像一個主權國家,要投靠不弱等等 似乎就是俄羅斯出兵烏克蘭是幫助烏克蘭人民去治理他們的國家一樣 嫌疑依附國際主義精神大放光彩的樣子 其實,也不怪他們這樣說,因為他們所得到的資訊 都是來自他們經常看的CCTV,CCTV怎樣說,他們就跟著怎樣說 其實,自大清以來,中共建政之後,俄羅斯到底略走了中國多少土地 在中國大陸很多人不一定知道,或者故意迴避這個敏感的話題 今天我們就和大家談一下俄羅斯到底略走了多少中國的土地 以及歷史上沒有記載的更多內容 原本在清朝建隆25年之前,中國有大約130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 沙皇時代,沙俄軍隊就開始侵入擴張了 當時的侵入者侵入中國東坪,強佔克蘭江流域,阿克薩等地 所到之處,殺人放火,奸任不努力,無我不助 當時的空氣大帝於1685年派兵收復東坪失地,兩道攻克阿克薩 俄軍傷亡慘重,被迫投降 1689年9月7日,沙俄與清政府在尼部署舉行談判 並簽訂了中俄尼部署條約 條約規定,中俄以介意必濟何,介意必濟何元 愛興安領治海和阿爾古特河為界,以不屬俄國,以南屬中國 這個中俄雙方在平等基礎上簽訂的條約 亦可作為中俄邊界談判的法律依據 然而這條約在江澤民手中被徹底否定 1600年時,沙俄繼續侵略中國 江東六十四團,富裕島等東北部的100萬平方公里 被沙俄佔領 1864年,新疆的陶瓦人居住地的50萬平方公里被割走 1912年,在倫近處又被沙俄佔領了10萬平方公里 現在這裏成了俄羅斯的陶瓦共和國 最後俄羅斯挑動外蒙古獨立,150萬平方公里又沒有了 這幾項累計330萬平方公里被俄羅斯良奪走了 但蔣介石始終不承認這些領土是俄羅斯和蒙古 現在台灣中國版圖,仍是認為清朝乾隆25年前的中國版圖 到了中共建政的毛時代,還拒絕承認其中的一些部分 到了江澤民時代,就一點都不再提及這些領土的索要事 是選擇性的遺忘 不單止這樣,江澤民為了討好俄羅斯 還主動與俄羅斯策定了,已定輸 再次出賣給俄羅斯大片領土 如果小粉紅們知道這些真相 還會不會隨著CCTV的宣傳,幫助羅斯抵毀烏克蘭呢? 世界上很多爭脫和戰爭,都是源自於領土的爭端 領土問泰國極其敏感的問題 唯一立條約法公約自出 在武力威脅下簽定的不平等條約沒有合法性 所以對俄羅斯佔領中國領土 以及所簽署的不平等條約 歷屆中國政府也未予承認 在民國時代拒絕承認歷史上的所有不平等條約下 被搶走的土地,中共理任領土人 都不敢輕舉妄動去承認歷史上的不平等條約 而且毛澤東還幾次提出這些領土的主權要求 1972年時,中共政權還正式提出交涉 毛澤東開始以官方名義通知前蘇聯及的大使館 提出九不平等條約論,也就是堅決拒絕承認 俄國強加急中國的十七個不平等條約中的九個 中國加入聯合國後,毛澤東也通知聯合國 中國不接受這九個不平等條約 雖然是對領土主權要求大打了折扣 但還提出其中的部分訴求 1972年,毛澤東在匯見時任美國總統尼爾床時曾談到 蘇聯佔領我們的領土太多太多了 其中包括沙皇帝國和紅色蘇聯佔領的 這些佔領的領土,我們無法數清楚 有些中國政府,比如說國民黨政府和清政府 聲明的比我更多 我現在要的是以國際法聲明最少的部分 那都是有清楚歷史根據屬於中國的地方 1978年10月,中共發言人神指信 1960年至1969年蘇聯奪走了185平方英里的中國領土 1972年至1977年在新疆以來奪走1080平方英里的領土 同時還指出,除去中外有爭議地區的土地之外 俄國有8佔中國3,475平方英里的土地 1979年9月29日,中國方面還透露 新疆20個地區,俄中有爭議領土約有11,600平方英里至 29,696平方英里 1982年1月8日,試任中共國家主席的李仙蓮指出 中俄邊境有爭議地區達9萬平方公里 寸比俄國佔領 從相識情況來看,雖然未能所謂比俄羅斯佔領土地 但中共的政權沒有放棄對這些部分土地的主權要求 但到了江澤民時代,居然大相敬佩 有些人估算了一下,從江澤民手中賣給俄羅斯的領土 等於平均從美國中俄人手裡奪走一畝土地 1999年12月11日,《人民日報》第一版中 介紹中俄簽訂了議題書 關於這個條約只有一個一百字的簡短介紹 在江澤民委託婦恩寫的江澤民傳中 對這樣一件關乎國家民族的大事 即自不敢透露 事實上,江澤民語言理音的這次北京會伍 在其轉的中間根本就不找到一絲縱影 為什麼江澤民要三折歷史 卡爾迴背這次中俄元首的會伍呢? 後來,人們發現這個議題書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賣國條約 中間隱藏著驚天黑幕 在議題書中,江澤民還將桃門桿出海口 說給俄國封死了中國東北通往日本海的出海口 那裡是中俄朝三個劇交界處 但是中方只能望見東方的海藥 卻不能靠近,跟無法從那裡出海了 那這一項就全失慘重 那還不說,江澤民竟然還出賣了中國 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 相當於東北三省面積的總獲 亦相當於幾十個台灣 江澤民出賣的中國北方領土有幾大塊? 一塊是外興安寧爾南 黑龍江爾北六十多萬平方公里的外興地區 另一塊是烏梭尼江爾東的烏冬地區 有四十萬平方公里 還有就是唐魯梁海地區 有十七萬平方公里 現在呼籲到有七六四萬平方公里 還有,清朝、民國包括中共政權的無時代 都沒有放棄的主權被江澤民一筆勾銷 江澤民與俄羅斯政府簽訂了中俄邊界新約 折底否定了清朝康熙年間中國官兵肉血混戰 換來的中俄邊界平等條約 離布楚條約 承認了從中俄民角度 歷屆中共政府都拒絕承認的中俄不平等條約 包括外徽條約、北京條約等 不單止這樣,議定書還將大便未經簽約 而被沙河強接的領土 永久勝地劃歸何國 此外,這個議定書還包括 1953年聯合國大會表決 採定為中國領土的唐老烏梁海地區 約17萬平方公里 相當於貴州省面積 還包括連八坪等條約 外徽條約都承認是中國領土的江東六十四團 三千六百平方公里 相當於香港面積的三倍多 以及至今代開始積歸中國管轄 在中俄離布楚條約中 明確說歸中國的富裕島 7.64萬平方公里 相當於兩個台灣面積等 關於江澤民的身世曾有一些秘密流出 但可能很少有人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但我們今天從俄羅斯侵佔中國大面積的領土 這一事實來看,似乎有一些新的形成 此前,中國歷代政府曾盡力抵制俄國的入侵 至中華民國以來的歷屆中國政府 亦不承認不平等條約 中共政權亦曾公開聲明並堅守 對於帝國主義給中國人民的邊界線 中國歷屆政府都未予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亦不予承認 但誰亦沒有想到江澤民的方子 竟然承認了這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 按照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52條規定 以威脅下使用武力而獲替結的條約無效 而中華和沙王俄國以及前信聯簽訂的 一系列各地賠款的條約 如愛輝條約、北京條約 以及中華撼勳西北界約記 都是屬於武力威脅下的典役不平等條約 所以,這些都是不具備法律效力的 比例清政費1894年加五戰爭執後 曾經簽訂馬關條約 將台灣和澎湖地島永久各讓給日本 但是,因為馬關條約屬於不平等條約 所以日本戰敗後 中華民國政府就恢復了對台灣的主權 約援引具有法律效應的馬關條約先例 各國讓給沙俄和前蘇聯的土地 現在中國政府完全可以依法討回 還有,前蘇聯的政府也曾經正式宣布 你土地歸屬中國,一度要歸還你的領土 這亦是中國將來討還領土的法律依據 但是被江澤民這樣搞,就不好辦了 還有,即使是不平等條約都沒有簽過 它被沙俄直接侵略強佔的唐魯涼海地區 江東六十四團、富業島等中國領土 當然是完全可以依法討還的 但江澤民不但不討還 反而由拱手送出去 公然放棄了對這些領土的主權要求 江澤民成了癡情個人 退棄的當代最大的邁國賊 其實,根據有深遠影響的是 江澤民簽訂的邁國條約 實際上斬斷了中華民族的新路 中國人的祖先留下的這片 尿敷而肥沃的土地 不但覆蓋著大片原子森林 而且混藏風涼的抗產錄石油 是未來中華民族騰飛和崛起最寶貴的生存資源 在現今中國大陸的國土上 原始科目及徹底科目化的國土 約佔國土總面積的33% 嚴重水都流息的國土約佔38% 而正下生存條件較好的國土 只佔國土總面積的31%不到 江澤民出賣這片尿敷富富饒的土地 本應該是未來中國生存和發展的希望 怎料到江澤民已經將中華民族的後落 徹底斬斷了 將元皇子孫逼入絕境 現在中華民族的人口重心 已經從中魚黃河流域 向東南退到沿海一湖 沿長江一線,背後已是大海 人口仍在繼續增加 奸地仍在繼續減少 空氣、水等自然環境仍在繼續被破壞 中國大陸國土對人口的承載力 已被迫近極限,面臨嚴重危機 江澤民因為個人私利盤算 而拱手相送,為中國人帶來恥辱 給中國未來留下巨大隱患 講到這裏,可能有人會想 江澤民為何簽訂這些賣國條約? 其實,據知情人士透露 江澤民一直被民間追溯為疑間疑假 江澤民本人曾是前蘇聯克格部發展的 遠東谷特務 如果內幕一旦曝光 中共亦將大失顏面 所以他們一再封鎖消息 沙俄在江東六十四條的 大屠殺的罪魁禍首就是沙王尼古拉二世 葉利因爲尼古拉二世舉行葬禮 江澤民不但未做一聲指責或抗議 竟盡主動撲導葉利因的壞女 扭住葉利因的撥紙與其趁熱 連葉利因都感到突然而很尷尬 其醜態被外國記者攝入鏡頭發表出來 令人不堪目睹 不僅如此 江澤民甚至到俄羅斯親自給屠殺了千千萬萬 中國老百姓的 兇殘的江澤克兇手末祭殿致敬 並在議定書中將江東六十四條出賣給俄羅斯 看完所有這些 劃開你可能就會對江澤民 現今的傳聞有了一些新的認識了 好 關於俄羅斯到底奪走了中國多少土地 這個話題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裏 以上是今日的中國內幕節目 感謝你收看 再會 感謝、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